屁我這樣進去 躲掉 開大 他撲啊 他怎麼又死了啊 好 哈囉各位 我是YR 要出新角色終於喔 好久沒有出新角色 我覺得最近速度越來越慢了 這次出了清燕 這隻角色他是刺客 因為我排不到 我沒辦法入實戰的畫面 不過沒關係 我有稍微試玩一下 他這角色的被動呢是 他使用技能一二技能的時候會獲得那個能量 那你的能量格就只有兩格 會依照你的能量格 去增加你的強化普攻 那會依據你的上一個技能 觸發不同的額外效果 而且在30秒內會提升你的30%攻速 這個技能被動附帶的印記的話呢 會對目標造成一個傷害 然後會觸發物理傷害 同時恢復你自己的生命值 那他是以額外的物理加成 去加的 就是2% 然後加50%的額外物理加成 一技能的話呢 他是一個扇形 有點像馬洛斯 180度那個扇形 那這個扇形的話會造成減速 然後呢 一樣疊成 那如果說你是使用兩次一技能之後 或者是你21過去之後 你剛好疊滿層嘛 你那個被動他是會顯得青色的 那這個時候你的強化普攻 他是會要起來 有點像落地斬那個概念 他會有一點小位移 會把你前方的這個區域的人 彈飛 那彈飛的話會造成0.5秒的擊飛 然後一樣會減速啊 前面少的那個減速 彈飛跟減速是不同的 傷害的話會依序提升 但是CD並不會往下減 因為他CD原本就6秒了 所以是非常短的 2技能的話呢 會依照一個弧形啦 那弧形就很像半月形的 但是他不能選擇你要從左邊還右邊 要看你站的位置 然後期間呢 不可被選中 這個超級強 他等於是 羅爾你知道嗎 物理版的羅爾啊 你站在防禦塔下 你的上限極高 你可以在防禦塔下 裡面去秀對方 然後再配合你的2技能 去閃防禦塔的攻擊 而且你不可選中之後呢 你等於是被清零 所以你打一打之後呢 你不可選中 那防禦塔打你的傷害 可能不會累積上去 可能不會啊 但我還沒有確定 那他的強化普攻呢 會衝向敵人造成 另外一段額外的2技能可以使用 那他是獨立計算冷卻 可是他不會獲得能量 就是你如果21 那你的1就是會跳起來 把人家炸起來 那如果你12 你2可以再掃一段過去 當然2過去的那個技能 跟你的1技能會比較不一樣 你在追擊的時候呢 你盡量就是用12 1技能緩速對方 2技能進去 那如果你在打團架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進去想要做一個團控 你可以21進去 然後直接炸 那那個炸不是再等一次1技能 是點普攻 所以這個操作度 可能會有一點點難 因為你進去的時候 你要看你會不會被人家控 大絕夢千山 他是算有一個被動狀態啦 你大絕開下去之後 他等於是解封啦 解封的時候你這個司法期間的 霸體 而且你會降傷50% 然後1秒後會對周圍的敵人造成一點 這個 物理傷害 然後 進入強化狀態 在 10秒內會獲得 20%的物理穿透 然後你可以使用第2段的大招 那他在分別就是你4等的時候呢 是提升12技能的傷害 然後印記會觸發多次 再來呢11等的時候呢你的這個大招會解鎖到惡疾 就是你等於是強化版的小型 你可以衝一次再衝一次 然後被動的這個強化普通攻擊如果命中敵人的話會延長你的強化時間 那英雄的話是2秒 小兵跟野怪的話是1秒 然後在第2段大招的強化期間 可使用的多次 冷卻時間8秒 不受冷卻縮減影響 也就是說 你現在冷卻到達40% 你想要放幾次 就放幾次 只要你能夠在冷卻時間8秒結束 8秒減40%的話大概3.2秒 如果你在8秒減到3.2秒的話大概是4.8秒 也就是 將近快5秒的時間 那持續時間的話呢 你要去算 如果你能夠把延長時間敲滿的話 他這邊是沒有顯示大致上是多久滿的 他好像沒有寫 所以如果他沒有寫到的話 等於是你可以一直無限延長 也就是說你可以一直衝大招 只要你能夠一直普攻攻擊到英雄或小兵的話 你就可以一直延續一直延續一直延續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衝大一直衝大一直衝大 如果照文字敘述的話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他沒有寫上限制嘛 然後大招的話呢 在15等會變成三級 三級解鎖之後呢 你的被動強化普攻盤會一層的能量 也就是說一二技能兩層吧 那在你的強化被動上去之後再一層 那如果又配合好你的大招的話 你等於是可以瞬間打出兩次的一個強化被動 所以此角色 上限制真的非常的高 因為體驗斧我實在是排不到人喔 沒關係我直接進到那個遊戲畫面 我直接用那個試玩 他目前以這樣子的一個係數啦 我覺得他今天要走哪一路都OK 可能輔助稍微有一點點 啊也不能這麼說啦 都很強啦 真的是都很強 我直接上到四等 我是主點二啦 因為讓CD可以短一點 他主點二技能會短一點 他如果走打野的話應該是會比較強啦 因為可以快速的來到11等 然後再來就是呢 你可以利用藍buff冷卻 你看假設我打這個薩尼啊 我如果是 一 二 就是多一個強化被動 然後可以再追擊一次 這是追擊的使用 一二 普攻二 那如果你今天要團控 二 一 炸 這是一個團控 團控的進場方式 那你在進場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閃掉那個技能 就譬如說我今天要這樣 誒 誒 炸 有沒有 這是一個團控的一個進場 那配合大招的話呢 你就可以做到非常多事情 他的血有點硬 幫他補個手 假設我今天要進場 你看 我二 一 炸 開大 惡魔覺醒 大絕衝 閃掉 反速 準備第二段 哎呀 還沒11等 不過沒關係 你看喔 對不起 我有點醜 呵呵 這樣應該是 你看喔 不可選中 好 假設我們今天來到11等 然後我們冷卻稍微買一下 他的裝備其實 你要出半坦流 其實也可以啊 好 假設我們現在30% 假設我們今天是打野 我們現在30% 我們現在30% 你看一下我們進場方式喔 你可以在空白處先疊一次被動了 就譬如說我可能今天蹲草叢了 我先疊了一次這個1技能了 我進到進場 2技進去 2技 緩速 排大 欸 等一下他不夠打啊 撲啊 他就可以利用你的大招 但是你看喔 我這邊冷卻有沒有 快來不及了快來不及了 沒放到 這樣就沒放到了 所以你在進場的時候你可以利用你的大招進場 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我今天可能我今天蹲草 好 我先疊一層了 我也可以用大招進場 我這有點太痛了 但大招進場的話你那個範圍的傷害可能就沒了 所以比較好的情況可能還是在蹲草直接進場再開打 到底可以瞬間再疊一層 譬如我這樣子進去 躲掉 開打 我哭啊 他怎麼又死了啊 那我嘗試一下如果一直疊野怪 不行耶 他不得無限疊場 他好像有點太軟 試一下 不行 充兩次而已 還是他真的太軟了 再給他一點錢 我直接上到40%好了 好 巧克力我今天蹲草了 我現在是冷卻40% 閃掉 閃掉 滿速 喔你看 這樣我就被斷了 剛那一波的話呢 基本上是 俗稱的這個蝦雞巴亂爛 技能有點多啊 等一下 好 我再試一次 免控 炸掉 再免控 別跑 再追 免控 緩速 炸 再追 再追 大絕 無損出來 好像是真的有點強 但上限好像真的有點高耶 你要非常知道自己現在是跌到什麼什麼東西 他還是有點太軟了 我們再試一次 再給他一點錢 我根本 我根本連大招都還沒有用到第二段他就數了 如果你們要在追擊單一目標的話 建議是不要用出輕被動啦 用出這個 二技能的被動可能會比較適合 就是這樣子你一直衝他你就可以一直追擊 然後再用一技能去緩速他 對你這樣就可以一直追 然後再用一技能緩速他 再用二技能 反正你就是一直用二技能 衝他然後攻擊他 再用一技能緩速他 這樣追然後再二技能 你就可以 再二技能再追 然後再緩 再追 再開大 持續一直追 配合 無損出來 恩 像這樣子 反正就是一技團控二技一直追 單體的話就是二技 狂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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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可以一直利用二技能的免控 我覺得會比較好啊 因為一技能他這個 他是變成這樣子 他頂頭是做一個團控 但是你二技能呢 你可以一直不可選中 我們來測試一下強化的 接破 好我普攻他了 我現在是強化的 對啊我一樣可以閃 所以你可以一直利用二技能 在人家的塔下 一直滑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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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說你的滑的傷害沒有很高 但是你可以利用防禦塔的攻擊間隔 他滑完之後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利用你的普攻 偷A他一下 再滑一下 再偷A他一下 再滑他一下 就可能會譬如像這樣子 我們試試看 你先別衝動 很慘 然後 比較 滑他 欸不要你先進塔啦 等一下他血太多他不進塔 先把他砍到他回家 啊你快回去 好啦好啦好啦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 欸你有點兇 不行啦他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 我要測試 我血剩那麼一點點 然後這隻角色出砂彈他吸血量沒有很多 所以我是建議不要出砂彈 我有測試過了 好等他進來 呃 沒關係我們找高地塔 先把他冰清掉好了 各種閃招 緩速 追 一氣 砍 再砍 有人他進打他進打了 你的隊伍 已經破壞了 額醜掉 看起來是有點不切實際啦 如果不可能真的被控到的話 可能就去了 然後剛剛我們是沒有測試到了 不可選中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目標物沒有轉移到下一個目標的話 你可能傷害沒辦法重置 因為像我剛剛那樣 是我單體而已 我如果二技能進去 我不可選中 但是防禦塔並沒有攻擊其他人的時候呢 他還是疊加在我身上 所以如果今天配合隊友的時候呢 我可以進去這樣狂殺一通 然後利用這個二技能不可選中的時候 隊友可能剛好打到對方 那防禦塔打他一下之後 我們再接手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直垮 但一目標的話 我們目前看起來是比較難啦 因為薩尼有兩段控制 這傷限值確實有點高 你看你在那個 閃防禦塔的攻擊 你還要閃到他控制 所以基本上是 不太可能啦 不過這角色真的是 超級強 我們可以再射最後一次吧 好啦你趕快回家了啦 但乔乔一技能確實是蠻痛的 可是他就少一段那個位 好啦 到時候正式上限的話 我們再來 實彈多測試一下 但這隻角色 目前看起來 排位上應該是選不到啦 太強了 這角色一定會是 直接到T0的 正式播見了 各位掰掰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